杨子吴磊王鹤帝之后,沈腾被曝大学与樱桃相恋,同行竞争,手动拆CP,最近一名渔记直播时主动爆料,大家想不到沈腾和樱桃曾在大学时谈过恋爱,两人是校草和校花,在毕业时分手了,主要原因是樱桃的事业心强,梦想是冲一线,沈腾天天懒洋洋的,天天想找个话剧团上班,两人的事业更好。 规划不一致,所以最后分手各自发展了,只是这个爆料实在不太可信,两人确实是同班同学,不过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传出过绯闻,沈腾与妻子,就是大学恋人,樱桃和沈腾,目前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,曾经樱桃参加金星秀时,称赞沈腾是学校的校草,笑称她长残了,两人上学时,经常一起排练话剧,樱桃的择偶,似乎一直比较成熟稳重的圈外人, 她很早出演了《历史的天空》和《搭错车》等剧《走红》,当年也是当红花旦,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好,沈腾一开始演话剧,进入了开心麻花,后来通过夏洛特烦恼爆红,目前是200亿票房的喜剧大咖,樱桃曾经结过一次婚,据说是大学毕业后不久,两人相识了,很快她就隐婚了。 这段婚姻是短婚未遇,媒体也不太清楚前夫的个人情况,沈腾和现任妻子王琪,是大学相恋,沈腾在大四时,追求上大学一年级的王琪,据说毕业后,沈腾由于太不上进,天天啃老不思进取,王琪劝不动,还曾提出了分手。 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,沈腾又重新追求她,两人很快复合,恋爱12年,双方才结婚了,从时间线上来说,沈腾和樱桃恋爱的可能性不高,与真实情况完全冲突,沈腾私下是比较悠闲的人,也不喜欢操心,家里什么事全靠王琪照顾,她甚至还得给老公在外面唱黑脸,两人之间感情相当稳定,还传出准备要二胎,而玛丽并不是沈腾喜欢的类型。 玛丽的性格比较像男孩子,而且,她比较喜欢姐弟恋,与小十几岁的老公感情挺好,老公挺顺着她。